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王岐山 他也是得到支持的 9月8号这天 中纪委和监察系统开了一个表彰大会 在这个会上王岐山讲了一番话 说什么要结交 继续努力 那意思当然就是说现在的反腐运动还会延续下去 势头不减 方向不变 从而让这个纪检的执行系统大家不要三心二意 也是表示他这个地位很稳固 这个还能够把握反腐运动方向的这么一个意思 其实9月11号呢 中纪委检察部还发了一篇武侠气息很重的文章 那个标题叫做 试问天下武功 谁与巡视利剑争锋 他这篇文章呢 是说 纪检巡视工作是得到中央撑腰的 中央撑腰是他的原话这么说的 他这篇文章里面是说 每一轮巡视谁 巡视什么内容 都是由中央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23次研究巡视问题 每一次习近平都发表了中央讲话 所以他这个意思也是讲 这个巡视工作中要拿下谁 要打掉谁 那不是他王岐山一个人做的主物 这个是习近平在撑腰 是整个中央的集体决定 所以他这一系列动作啊 都是表示他地位稳固 而且处境很安全的意思 那你觉得王岐山想要留任的现实阻力有多大呢 由于倒亡的势力 他并不掌握体制内的发生渠道嘛 所以当然在国内没有公然出现说阻止王岐山留任的信息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几个渠道来看呢 这个阻力还是不小的 一个是已经被扣押的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 他在被逮捕之前 今年五月份发了一封公开信 说是要在加拿大起诉财新的特约记者郭庭斌 这个郭庭斌就是财新那篇打击安邦的文章 穿透安邦资本魔术的作者 说是要在加拿大起诉他 可是他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 专门提到一句就指胡舒立的 说胡舒立女士 你不要和你背后的利益集团在捏造事实怎怎怎怎样啊 由于胡舒立这个财新集团和王岐山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尽人皆知的 所以他直接说胡舒立女士 你背后的利益集团什么 就是相当于直接在向王岐山叫板了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呢 他还是体制内是存在着反对他的势力的 当然吴小辉被拿下了 被拿下以后呢 7月底曾一度传出现在当局要安邦集团变卖海外的资产 把钱转回国内这么个消息 但是安邦集团出面否认 过了整个8月份和9月上旬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那么这么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在体制内 吴小辉他就算被捕了 他背后的支持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还是一直在抵触的 再有就是大连万达集团在7月份也大甩卖 甩卖掉了他在国内的很多资产 其实早一点就是当局要求清查向万达 安邦这些企业的银行给他们受信的情况 我想当局的本意呢 是要迫使这些在海外大肆采购的企业是变卖海外的资产 把钱转回国内 但是万达的做法呢 是卖国内的资产 而不是卖海外的资产来还银行的债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吴小辉啊 王健林呢 就是说抵触当局的这种压力啊 他不是个别一个人的做法 而是高层这个商人圈子一个圈子的做法 是一个阶层的做法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迹象 由于这个金融反腐 是今年王岐山所主抓的一个重点领域 而这个金融领域呢 又是高层权贵的聚宝盆 所以呢 刚才讲的这些商人背后啊 都有强有力的这个高层权贵家族的势力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整个高层商人和权贵相勾结的这个阶层啊 对这个王岐山想要推动的这个金融领域的整肃啊 砥柱还是比较强烈的 再有一个事情就是8月下旬 日本媒体不是报道出来一个 第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常委名单吗 王岐山不在其中 这个也是比较明显 我觉得是中共内部呢 是有人放风 对境外媒体放风 他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意愿 也可能是这个方案已经被提出了在讨论中了 他希望呢 通过曝光这样一种方案呢 来给现实的政治运作施加一些压力 他形成个舆论环境 倒逼这个决策过程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导王的势力他没有闲着 就是他们的设置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假如王岐山不再担任中纪委的书记 你认为中共反腐会转向吗 其实我觉得在王岐山的留任和继续操刀反腐运动之间呢 也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博弈的空间 也就是说一种方案是王岐山留任 但是呢 他不担任中纪委书记 让另一个人担任中纪委书记 他去担任个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类的职务 另一种方案呢 当然就是王岐山彻底出局 他从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核心的圈子退出去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王岐山留在中共的高层核心 但是不继续直接执掌中纪委 是这种方案的话呢 那当然现在这个反腐运动还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如果是后一种方案 就是王岐山彻底出局了 退出政治局常委会了 那目前这种方式的中共反腐运动 也就意味着受到顿挫 因为他作为反腐运动的一个所谓掌门人吧 所以他如果退出去的话 会给这个反腐运动的执行系统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就算是换习近平的另一个亲信 比如栗战书来执掌中纪委 他这个反腐运动也不太可能像过去那种方式开展了 因为有之前一个反腐的掌门人被倒掉的前车之鉴嘛 他会给整个执行系统来以一个非常强烈的心理压力 那所有人都会觉得 看来这个事情还是得悠着点 要是以后被对方反攻倒算怎么办 是吧 所以说自己还得留一手 他就会给整个这个反腐的执行系统 施加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 让他这个系统的执行力大大折扣 一些当前没有完结的案子 像肖建华案 吴小辉案 这种牵连中共高层权贵家族的大案 但是还没有完结的 如果王岐山去职 他是最有可能发生转向的 所以现在围绕着这个王岐山留任以否 对于中共高层的某些派系势力来讲 是生死之争 对于王岐山本人来讲也是同样 就是说他如果一旦留任成功 他现在已经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已经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他也绝不会放过他的那些政敌 如果他能够留任成功的话 所以现在围绕着王岐山去留的问题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 反腐运动是否转向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有可能 从中共内部发生破裂的一场政治风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氛围 那么凤横卫视呢 有几档政治评论节目 几天前被停播了 我们知道凤横卫视呢 是体制内背景的一个媒体 那么好多人称它为香港的央视 那你觉得现在这舆论控制 连自己人都中招了 这反映了什么样一种情况 我觉得这就反映出了 在习近平眼里不安全的因素 就是来自于自己人 这个凤横卫视 其实应该算是体制内的媒体 因为按照一些香港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他也是接受了上级指令 然后停掉了这些节目 他既然是接受上级指令的 那当然也就是体制内的媒体 也就是说凤横卫视在香港 也许和大陆的电视台有点区别 就相当于你和我手上各拿一张地图 这个地图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边界线不完全重合 就是它还有这么一点伸缩的空间 可是现在呢 这么一点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 这次被停掉的时事评论节目里面 《枪枪三人行》是首当其冲的 当然这个节目算是存在时间比较长 人气比较高的一个节目 我出国这么多年 是没有再看过这个节目 但是有一些朋友跟我说 他好像在某一些具体问题上 还能够针扁一下实际 还能有那么一点有限的批判性 但现在看起来呢 这么一点模糊的空间 也是不能再留了 我看到的一种分析认为啊 就是说这个凤横卫视 它在体制内虽然是有背景的 但是它体制内的那个背景 和靠山和习近平并不是一路的 所以在十九大之前 凡是对于习总不安全的因素啊 哪怕是你看起来是体制内的渠道 但是呢这种发声渠道也给你关掉 这样对它比较安全 这种分析虽然没办法验证 但是从一个较长期的观察积累来看呢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特别是最近呢 这香港媒体老玩爆料 你像香港英文南华早报 它是报了跟栗战书有关的消息 对栗战书是不利的 你像还是香港媒体 它透露了防风辉张扬 被双规的消息等等 那么看起来呢 是中共内部有些人 最近是比较频繁的利用香港媒体 释放一些消息 制造一些舆论氛围了 那么如果在十九大之前 那么几个访谈节目 它受关注程度还比较高 那它冷不丁的 被高层某些势力利用一下 给你放个风爆个料啥的 就算它不放风爆料 但是它去渲染一些 当前的领导人 不愿意被渲染的社会热点 制造一些当前领导人 不愿意出现的舆论氛围 那也是对十九大的 所谓顺利召开不利的嘛 所以我想基于安全 就是对于舆论管控 是宁谨勿松 就把它们一起给关了 但是现在整体来看 对于舆论管控 已经到了这样严格的程度 这本身就是在激化矛盾 你像微信群群主 他都要为群友的发言 承担法律责任 连有人在网上抱怨 医院饭菜难吃 都被当成寻衅滋事 给抓起来了 这本身矛盾激化以后 就算十九大开完了 矛盾已经激化成为一个事实 这很可能又成了 它维持这个高压手段的理由了 所以中共做事 就是这么自我循环 把这个维稳措施 是一步步马上去的 所以有人现在猜测 是不是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十九大以后会不会放松 我真的还不太乐观 所以中共十九大前的 这个社会氛围 真的是可以用 风声鹤唳来形容 那么中共的这种紧张 也是反映了它的脆弱 那么照这种趋势 发展下去的话 恐怕真的像网友们所说的 中国离朝鲜不远了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各位众朋友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